通商店大哥也是突破心魔 在今天來特別過來這樣嗎 對 他剛剛來之前 給我簡訊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 我就跟他講句話 要有信心面對自己 而且 我就是一個學衷生態的人 你今天來不是就是學衷生態嗎 為什麼等你再拿金鐘獎的時候 進去講說 大家 那就叫簡訊點吧 我就這句話 他就剛剛開車從桃園衝來 這樣 所以他未來還會在準備好心情面對大家 他正在努力中 這個A女士 不斷的跟我強調她的強大背景 然後一直 跟我恐嚇勒索巨額的款項 讓我的身心俱疲 他是怎麼強調他的強大背景 剛才說你們兩個是怎麼認識的 通常念大哥也是突破心魔才今天來 特別過來這樣 對 他剛剛來之前 給我簡訊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 我就跟他講句話 要有信心面對自己 而且 我就是一個雪中送炭的人 今天來不是就是雪中送炭嗎 為什麼等你再拿金鐘獎的時候 進去講說 大家 那就叫景上電話 我就這句話 他就剛開車從桃園衝來 這樣 所以他未來還會在準備好心情面對大家 他正在努力中 當要面對媒體的時候 他多大的糾結 差一點剛剛就確保 我如果沒有跟他講那一番話 他今天就不來了 我覺得是少了一個 勇敢地面對媒體的紀錄 都有過去嘛 我常常鼓勵他 不要去談以前 我們只談現在 你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好事 就是代表你的 跟我一樣的同生 就是代表的